AudioJungle AudioJungle 光田宗和医院大甲院屈胸腔内科医师谭信鸿表示,这类型的人可能是过敏性鼻炎,致鼻涕倒流,而引起了咳嗽。由于没有对症下药,病情自然无法痊愈。 AudioJungle等于WiA-D-O-W-A-D-S-B-Y-G-O-O-G-L-E-PUSH。一时解释,分辨过敏性鼻炎或感冒并不难,通常因感冒而咳嗽的患者,约一至二周左右情况会有明显耗转,但过敏性鼻炎的人是一颗就一、二个月以上,只要天气一转变,咳嗽的情形就会开始增加。 有些民众还以为是空气污染或二手烟溪多了所造成,脱雨酒反而咳嗽的愈厉害,严重到会出现泪、四气喘的笑名声。 潘信鸿指出,许多长期咳嗽的患者,以为自己抵抗力不好常感染感冒,四处求一吃感冒药,又吃有改善,但只要一停止吃药,就又开始咳嗽不停。 其实这些有可能都是鼻子在作怪,许针对鼻子敏感做治疗,才会有明显的改善。 而这类过敏性鼻炎的患者,初期症状为打喷嚏,流鼻水及鼻涕倒流,到了后来就会演变成前咳。 好,龙阳的现象,尤其是早上起床或夜晚准备,就勤躺平时特别容易咳,患者往往会咳到受不了,而前来医院就医。 不过这些症状与感冒雷同,很容易就被当作成感冒来治疗。 潘信鸿说,有接受治疗的患者,症状通常都会改善,但切记不可太早停药,大约需二至四星期的疗程后,再评估是否可停药。 由于体质是偏生的,未来仍有可能再复发,若再出现症状,仍要赶快吃药控制,否则累积造成慢性咳嗽的现象时,则需要治疗较长的时间,且会比一般人更容易合并感冒。